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一節的萬聯新聞一分鐘 趁機這一節的開始 我想說一點點 大家希望可以留意在這裡玩得久的朋友 大家都明白 很多時候我說一宗新聞 就未必代表我的立場 很多時候 尤其是好民分享 我喜歡分享一些不同的意見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 作為一個平台的說話的人 我都希望就算有些報導 跟我的想法或意見未必一樣 我也想說出來和大家分享 所以懂得聽的朋友知道 一定要聽到最後 很多時候要說回自己的意見 就未必跟哪一篇報導的意見一樣 這篇報導 特意都要說一說 因為這篇報導正正就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這篇報導說話 大家聽完之後 如果這篇報導來自一個萬聯的球迷口 一定會說 你是葡萄啦 你這幫萬聯的 但我亦想說 其實 如果這篇報導是一個比較中立的球迷說的話 可能結果未必一樣 儘管看看這篇報導說什麼 這篇是好民分享 就是 Manchester Evening News的一位記者 Dominic Booth 寫的東西 文中就這樣說 他說 基本上 萬聯和車仔兩對球的比較 今屆 萬聯就好像 形勢上或者戰績上就贏了 因為贏了幾次 只是輸了一次 就是捉總盃的四強 然後 但是實際上 其實我們也有提過 我們有不少萬米都提過 就是說 其實車仔上來說 在踢法上或者 林伯特的大隊 領軍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不是輸很多的 很多幾場球都是一線之差的 所以萬聯今年 贏了幾次車仔 其實都有 些少幸運成份 這些不是葡萄 因為我們萬聯球迷很多都已經說了 尤其是萬米早晨的球迷 都已經很清晰看到了 但是他就說 始終 聯賽榜就不騙人的 始終萬聯就是今季就贏了一點 因為他們第三 但是足中盃的四強就輸了 好了 但是問題就是 很多球迷 全球迷就覺得 不是 今年萬聯和車路士 是不是有機會追貼一點 或者 給多點壓力 給利物浦和萬成 沒錯 我們現在 作為萬聯球迷 暫時都未簽到人 未增加到實力 大家都未知道 但是相反 我想很多朋友都說過 車路士 已經簽了幾件 然後傳聞還有幾件勁的加盟 包括三五歲的泰拉高斯華 可能都在中堅那裡幫到手 還有這個記者就說 Edwardward和阿巴摩維吉 即我們木仔和阿巴摩維吉 都是在Twitter搜尋 排得非常之高的 因為大家都對這兩隊球隊有些期望 但是 他就說了 萬聯 上一季 給車仔一個其中優勝的地方 就是他們在買人方面 在轉會市場方面 略為清先一點 所以也間接可能令到 他們去年成績 又贏了他們幾次 又聯賽榜剛剛站在他們上高 感覺上好像良好一點 但是 今年車仔正所謂一來不做事 一來就來了 已經結束了幾件 然後還會賣很多人 包括 薩薩 天武雲娜 Chillwell 過了那個體檢 即是他有手術 如果不做的話 都會去賣 還有 阿維斯 還有剛才所說的 塔高斯華 那些全部都加強實力 如果 這位記者就說 如果沒有搞錯的話 就是在買人方面 萬聯你去年那個小小的優勢 現在都被追平了 甚至乎過頭 在賣人的方面 是吧 好像今年車仔買人 快而准 喊巴默密子 傳聞說對足球有反應 或者對車仔有反應 所以就不怕了 大灑金錢 亦都有朋友 拆開一點點說兩句 亦都有朋友問 他這樣買法 不是不怕FFP嗎 FFP當然要看你收入和支出 其實車仔由於他上季 有Transfer Band Transfer Band是暑假 但他一月都沒有買人 所以他整年沒有買過人 大家不要忘記 他之前做什麼 他賣了哈薩特 那裡也是一塊錢 所以他儲了一年沒有買人的錢 再加上哈薩特之前 還沒花那塊錢 他的轉匯預算 的確是很鬆動的 即是說 他賣了哈薩特之後 儲了一年 的power 才撤過去買人 所以為什麼他買得那麼順暢 買得那麼 輕鬆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老實說 我也要轉頭說回 除了夏威斯可能會比較高價之外 其實他買的球員都是 中高價的 三四千萬 天武雲拿都是五千多萬 老實說 萬聯 理論上 是絕對有能力買這些球員的 即是三千四千萬 這樣 亦都跟我 剛剛 新聞台的另一段影片說 亦都有少許關係 就是說 寄標那件事 他選了阿仙奴 因為阿仙奴是一個 好的project 吸引到他 那麼我們萬聯 又有歐聯推薦 如果我們的project 是推銷到的話 其實絕對有能力買的 Anyway 回到這篇文章 他就說 其實萬聯又搞搞震 又說買新了還沒買到 然後又傳 Derek Brooks Jack Greenish 全部都指紋流低響 這位記者都很明白 我們萬迷的心態 全部都得過港字 好了 好了 葡萄的地方開始來這裡了 這位記者 如果這位記者說 我想就好一點 如果我們萬聯球迷說 這些人一定會說 這群萬迷葡萄 就是什麼呢 就是來到這裡 他說 買人市場 快狠准 是一件好事 但問題是 如何融合才是真正的真章 老實說 林伯特今年 買了那麼多厲害的球員回來 再加上他本身的車子 去年也打得很好的一群小仗 怎樣把他們融合 怎樣把他們 令到大家都有出場的機會 會不會引致根衣室內 有些不開心的事情發生呢 這就是他的功力了 因為這位記者不是空口說白話的 他的確是拿了一些 事件出來說 大家不要忘記愛華頓 2017年 買了Gill Visigason 朗尼 還有 David Klaassen 幾個球員 然後再買 Michael Keen Jordan Pickford 和 Sandro Remanis 大家 在開季之前 大家都覺得 波非當厲害了 今年買了那麼多厲害的球員回來 今年一定是有份爭前四 但結果是怎樣 他們去到季中季尾 就要找大三哥 阿艾蘭 戴思尼 幫他們一點互給 結果互老級 這個其中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熱情 當他們買了加里夫巴里之後 哇 Madeficent Seven 一口氣 簽了七個球員回來 結果他們那季 在Tim Sherwood的大令之下 只有第六 所以 這個記者也打回底 他說沒有人說 車仔會有類似的情況 不過 一個好的轉匯市場 買了那麼多球員回來 要去融合的確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事 也不是那麼多 領隊很容易地做到 好 所以呢 他就這樣說 但是他又補回他 這些記者真的很聰明 怎麼也補回底 萬聯來說 的確是需要加強的 如果他們真的不能夠 簽到球員的話 其實也是 有點危險的 所以記者很聰明 他說完一些 厲害的言論之後 他一定要打回底 但問題我還是說一句 以上那些言論 如果萬聯球迷說 一定會被人說 如果我們跟其他球隊的球迷聊天 我們說這些論點 一定會被人罵 死定了 又重複了 不好意思又重複了 我現在 我開始盡量 抓自己的重複了 不好意思 好了 最後 這個應該是沒有重複了 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很多萬迷之前都問過我 怎麼看 車仔那麼厲害 怎麼搞 其實我 跟這位記者的看法 都很相似 林伯特 去年的確 一群初心之屬 不畏虎 亦都成功地把他們 的能力推到高峰 令車仔 雖然 經常都輸了 無謂球 但亦都贏了很多球 雖然以第四名 完成的英超賽事 但是 都獲得很多好評 包括有不少的霸聯 昨天都說 真的 看下去 林伯特真的很懂得帶球 好了 這只是 領隊的第一個層次 OK 再上一個層次 正正就是 當你有一些比較大牌的球星 比較上一些成熟 或者有名的球員來到之後 以及 你怎樣處理好 你的板凳問題 即是有哪些球員 要接受自己的板凳 但是 亦都要給他 一個機會上陣 如果長期坐板凳的話 他見不到儲光 他都是想走 因為說真的 來得英超 來得車路士的球員 都是好球員 是吧 他們都有英超水準 與其我長期坐板凳 不如叫走跳 草群沒有了 所以 這個處理真真正正 考林伯特 能不能夠更上一層樓的功夫 反過來 說到最後 又能夠返回曼聯 所以你聽到第九分鐘 才聽到我講曼聯 這件事跟曼聯的直接關係 除了講葡萄之外 亦都講 我們曼聯 的領隊蘇斯亞查 理論上 做領隊的經驗 比林伯特更久 但是 亦都這一季 無論是買不買到球員 都要看看 究竟他是否能夠有進步的空間 因為 也說了 就是 有位曼聯也說 我們可能是在球會 想給 進步空間 但問題是要給多久呢 以及如何去檢視 進步呢 我想我們曼聯球迷 每個人都有自己把尺 曼聯早晨就是一個地方 給大家 說回 你 對蘇斯亞查的尺 會是怎樣 接下來的一季 如果怎樣 就覺得他也做得好 如果怎樣 就覺得他做得不好 每個球迷 都有自己的心理和尺 有興趣的話 就在這裏留言 說下 OK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這一節來到這裏 拜拜 拜拜